有媒体报道 台湾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位在新竹市的老家顶楼 违建铁皮加盖 而母亲何瑞英回应说 这个铁皮屋呢是要晾衣服而已 她说她住了30多年的房子 现在才发现说她违建了 她说要拆掉也没有关系啦 而新竹市政府呢都市发展处也表示 接获的检举或是通报之后 会先到现场去勘查 然后调阅资料再确认依法来处理 而另外呢柯文哲的近办发言人 陈志涵也做了回应 她说柯妈妈顶楼晒衣厂呢 是30年寄存的 107年呢曾经有做个整修 如果违反的新竹市相关的规定的话 目前正在了解相关的规定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首先说明一下 这个昨天媒体所揭露的这个事实呢 我们也去进行了了解 主要这样子的顶楼加盖 或者是说有这个屋顶的现象呢 其实在30多年前就已经有出现了 这个晒衣厂呢 是30年前就已经寄存的 不过因为比较老旧的关系 有一些木头的毁损已经腐烂了 还有这个石棉瓦的屋顶 也有这个毁损的状况 所以在107年2月份的时候 有重新的整建 至于这个整建的内容 有没有违反新竹市相关的规范 我们也正在进行了解当中 如果有违反规范的话呢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